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来聊新闻时事 社会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三体 中国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 被很多人誉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幻经典之一 就连欧巴马、祖克勃 甚至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 都是他的粉丝 前阵子三体的改编影集登上了Netflix 还爬上了当周全球观看次数最高的影集第一名 但没有想到 这个原本应该是中国之光的影集 却引起了很两极的反应 有人觉得是神作 但也有部分的中国观众批评 影集里面的文革场景 根本是西方刻意丑化中国的又一个案例 而随着讨论越来越热烈 后来甚至是连作者刘慈欣本人 过去发表支持新疆集中营的新闻 也再次被挖了出来 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三体这部作品到底在讲些什么 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红 这次又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 不过在开始之前要先提醒一下 这集的内容会有部分剧透 担心被暴雷的听众 建议可以先看完影集 再回来听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三体吧 要理解三体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先从它的作者刘慈欣这个人开始说起 刘慈欣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而他的身世本身就跟这次三体的争议有一些关系 根据采访 刘慈欣的祖父身在国共内战的时代 爷爷本来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 但是为了保存家族血脉 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 一个送去了共军 一个送到了国军 等于是两边下注的概念 而刘慈欣的爸爸 就是那个被送去共军的孩子 后来刘慈欣的爸爸成功在共军里面当上连长 本来以为一切顺利 但没有想到文革爆发 爸爸因为有个在国军的弟弟 被人质疑政治身份有问题 把他送去了乡下当矿工 而当时刘慈欣只有三岁 那在刘慈欣长大之后 他对于天文学很感兴趣 一度想要当太空人 可惜因为家庭政治背景有问题 他知道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所以后来也跟很多人一样 老老实实地念书 最后成为一位水利工程师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他在工作的时候太无聊 所以决定断断续续地开始写科幻小说 刘慈欣靠着他的理工背景 跟丰富的想象力 很快就得到了非常多 中国重要的科幻小说奖项 在中国文学圈内闯出了名堂 不过一直要到2006年 他写出了三体之后 刘慈欣才正式地变成中国文坛 甚至是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 那说到三体这部作品 全系列总共有三本 连载版的故事背景 开始于1967年的中国文革时期 主角叶文杰的爸爸是物理学家 但是在文革期间 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整个家破人亡 后来叶文杰进入一个 中国的秘密军事基地做研究工作 实验的过程当中 他意外收到来自于 遥远星球三体文明的讯号 三体文明因为自己的星球不适合居住 发现地球之后决定要入侵地球 而对于人类文明彻底失望的叶文杰 决定要背叛地球帮助三体人 但因为三体星人的舰队太遥远 要400年后才能够到达地球 期间为了防止人类的技术技学的发展 会超越三体 他们就故意地扰乱地球的科学研究 甚至到处杀死重要的科学家 而书里面的人类 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 就要用400年的时间 想办法打赢这场不对称战争 所以故事非常非常概略的背景 大概就是这样子 而这本书之所以精彩 是因为刘慈欣很擅长引用科学理论 在小说里面做很细节的推演 但在这边 为了不要爆太多雷 我们就举一个黑暗司令法则 来跟大家举例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宇宙理论上来说是无限大的 那应该要有很多 跟地球一样的文明才对 那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找不到其他生命的痕迹呢? 三体就引用了一个 叫做黑暗森林法则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 宇宙可能真的存在很多的外星文明 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地 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后的解释说 因为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 文明之间为了生存 永远必须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 再来文明的科技发展 也不是渐进式的 而是忽然的就爆炸性的成长 而且速度还会越来越快 今天比你弱的文明 很可能明天就突然超车 变得比你更加强大 所以书里面提出 如果你在宇宙当中 发现另外一个文明 为了避免自己被消灭 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发制人把对方给灭掉 因为这个样子 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森林 里面有很多带象猎人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 隐藏自己的踪迹 一旦发现别人存在 就会马上开枪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宇宙永远 看起来一片寂静 刘自信运用这套理论 在三体里面发展出了一套 星际之间勾心斗角的 社会学理论 另外还有什么降维打击 面壁者破壁者等等概念 也都非常精彩 让小说变得很有真实感 成功地打出自己的层文层 变成了一部现象级的经典 当初三体还在连载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中国科幻作品 最重要的中国科幻银河奖肯定 在当地大受欢迎 不过让这本作品 红出中国的关键 则跟他的英文版翻译有关 三体英文版的 译者刘宇坤 本身也是得奖无数的小说家 2014年三体出版到 英语世界之后 立刻得到了 美国奇幻科幻类 最重要的奖项 星云奖的提名 隔年还获得了 有科幻小说诺贝尔奖 之称的余国奖 刘自信也破纪录 成为了第一位 得到余国奖的亚洲作家 从那之后 他的名气也开始在全球大爆发 欧巴马 祖克伯 还有后来的小岛秀夫 都曾经公开表示 很喜欢三体这部作品 甚至就连中国 前国家副主席 也是刘自信的粉丝 曾经邀请刘自信 到中南海去参访 还拿出 写有满满注迹的 三体跟刘自信分享 目前三体全球出版了 19种语言版本 销量突破了2900万册 包含了其他刘自信的周边 还有影视IP等等 估值高达了20亿人民币 形成了所谓的 刘自信产业链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 刘自信的三体 凭一己之力 把中国科幻文学 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准 而这次Netflix的改编 也是世中对待 他们不只找来了 冰鱼火之歌的制作团队 单级的成本 还高达2000万美金 号称是Netflix 成本最高的投资之一 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三体的Netflix影集版本 在播出之后 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出现的战场 大致上面有三个 第一是关于改编本身的问题 在Netflix版本播出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 中国的腾讯版本的三体 被认为是 很忠于三体原著的影视改编 但是 这次Netflix版本的改编 基本上没有 只是拿书里面的 一些主要情节跟概念 然后把主要的角色 重组打散成五个人 情节也被大幅度的 压缩跟组合 所以有不少的粉丝觉得 Netflix这根本就是魔改 偏离了原本的作品太多 不过也有人觉得 这其实只是为了 配合国外观众的习惯 而有改编手法上面的差异而已 再加上制作过程 又得到刘慈欣的认可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觉得比较有问题的 反而是关于 里面文革情节的呈现 Netflix版本的一开始 就有一场戏 在演主角的爸爸 怎么样被红卫兵迫害殴打 而这一幕 甚至被称为 是近年少见的文革场景刻画 而腾讯版的三体 虽然也有提到文革 但是比较隐晦 也被怀疑有经过三件 这个差异就引起了 部分中国人的不满 认为这西方国家 故意地在扭曲跟惩罚中国 一度引发了贯差评的热潮 但也有人反击说 刘慈欣在书里面 本来就有这些情节 Netflix的做法 反而是忠实地呈现援助 那这边就有牵扯出 另外一个案外案 那就是有人质疑 刘慈欣本人的意识形态 也有问题 随着三体再次爆红 不少人也开始讨论 起刘慈欣早年的一些发言 刘慈欣的作品 过去就被认为 有不少隐奢政治的内容 除了三体里面 对于文革的批评之外 他最早的作品之一 中国2185 就在想象毛泽东 被复活之后 引发政治斗争的故事 但是在2019年 纽约克记者 询问他 关于政治批判的问题 刘慈欣却大力地强调 自己没有这个意图 只是单纯地在讲故事而已 他甚至还进一步地表示 新疆教育民是有必要的 中国人不在乎民主 等等的言论 当时这番话 还引起了 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反对 要求Netflix认真考虑三体的改编 另外也有人批评 刘慈欣的作品 常常有厌女 反民主 极权主义的元素 认为他跟中共立场很接近 不过对于这些质疑 也是有支持者认为 刘慈欣身处在这个局势当中 很多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讲 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 还是有不少对于中国的批评 因此他本人对于中共的作为 可能也不见得是完全认同的 节目最后 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其实我们团队成员 就有人很喜欢三体 那么我们觉得 这部作品宏大的叙事跟想象力 再加上里面对于 星际政治的描述 真的非常迷人 而且刘慈欣真的很擅长 做超细节的设定跟沙盘推演 夸张一点来说 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 哇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要入侵地球 这本书搞不好 真的可以当叫战手册来用 但当然 在读的时候 我们确实也在里面 感觉到一些评论说的 艳女 角色扁评 极权主义倾向等等的问题 而至于刘慈欣本人的立场 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也绝对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因为我们自己 在读三体原著的内容 里面对于文革跟中共的评论 真的让我们会捏一把冷汗 话说 这真的能写吗 但是作者本人的发言 就好像完全相反的样子 那么到底该怎么样 看待这部作品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到一个 比较喜欢的解读方式是 作者跟作品应该要被分开看待 小说作品 跟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虽然我们无法真的知道 刘慈欣本人在想些什么 但是对于三体本身的评价 还是可以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读 那就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 这部作品的确有些问题存在 但它的影响力却也是货真价实的 总体来说 还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三体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载动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三体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下午心里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 下集见了 下集见了